中國在1月30日週四說 中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經蔓延到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 造成170人死亡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說 週三新增死亡病例38例 其中湖北37例、四川1例 全國範圍內累計報告確診病例已經達到7711例 西藏前一天也出現了手中的確診病例 在中國之外 目前這個病毒已經蔓延了世界上十多個國家 世界各國的航空公司已經取消或大幅度減少了前往中國的航班 社會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推特上說 該組織對在上星期的報告當中 將疫情全球風險稱為中等而不是高風險 是一個人為錯誤 他們對此深感遺憾 社會組織將在週四決定是否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各自組織對此而言 評論的推特有的方法